美國的CDC三十一號 批准莫德納和輝瑞BNT等藥廠 升級版新冠疫苗加強針 以遏止目前主流的Omicron 變異株BA.4和BA.5 有利於美國政府 在秋季的接種計畫 要阻擋冬季來臨時 可能面臨新一波確診數 暴增情況 莫德納與輝瑞BNT次世代二架疫苗 將可派上用場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批准這兩家公司 新冠病毒疫苗加強針 升級版的緊急使用授權 也是第一個 直接針對目前最主流的Omicron 變異株BA.4及BA.5的加強針 莫德納試用對象 為十八歲以上族群 輝瑞則針對十二歲以上族群 為了抵禦開學劑 以及人們因天氣變冷 而花更多時間 待在室內 而可能出現確診數增加的情況 美國政府已定下1.05億劑的輝瑞 及6600萬劑莫德納次世代二架疫苗 輝瑞甚至被妥現貨 9月9號之前就可先供應1500萬劑 由於Omicron持續變異 使得藥廠原本開發針對的加強劑得跟著應變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在6月的時候 要求疫苗製造商專注於BA.4和BA.5更新配方 美國確診數當中有88%以上是BA.5 公視新聞畫面裏面